这个花莲人的赵天龄应该更有感 过来你不知道说天龄是花莲人 我小时候在花莲 然后后来跟妈妈到台北 大学毕业后到高雄25年 所以我这个小时候的花莲人 昨天在高雄也吓了一大跳 高雄也是三级 全家人都被摇醒 那个灯啊这样甩得这样很激烈 马上回花莲去问一下亲友 老家人还在那边 那发现花莲人很淡定 很淡定哦 因为他们觉得说 什么会这样 日常 日常啊 日常哦 6.6我们三都已经吓到 真的我们才被毕业都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花莲因为平房比较多 高楼大厦比较少 所以不像说你的大都市里面 你住在高楼大厦的时候 7楼8楼10楼20楼的 它摇起来可能会更大了 是 不过我刚刚听老师讲 我才知道说原来有可能 因为我们老家在北花莲 在花莲市 刚才老师讲的是 那个秀姑兰西以南 玉林那边 是 所以有可能在南花莲的朋友 搞不好就没那么淡定了 它可能摇晃的程度会更大 对 可是即便我们 讲那个北花莲 那么淡定哦 可是你想想看 上一次的那个大地震 把统帅饭店都 都搞 那个倒了 那个统帅饭店就在 我以前 老家住花岗山的 那个下面 所以说实在的 就是花莲人 虽然已经习惯了 但是说实在 摇得这么大 心里南美还是会比较恐慌 是是 花莲人更有感 来我们听听看 听听看 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也要请陈文莎老师 帮我们做解析 来我请教陈文莎老师 来你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叫做地震活跃期 来陈文莎老师 我想地震活跃期 这个词 在我们科学界里面 不会谈这个事情 也没有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我们常讲 地震是没办法预测的 所以变成说 你今年或是明年 会有很多地震吗 因为我没办法预测 而且地震是从断层的 破裂引发的 那主要最重要是断层 它到底累积多少能量 我们都不清楚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 每个一条 每一条断层 到底它大地震 发生的时间 10天冷淡在哪一边 所以我也许这个事情来讲 我们是 没有这个名词 而且我们不会谈就是了 那我想气象局 他们会有这种说法来讲 他们大概就是用过去 2、30年来 发生每一年 每一年发生地震的这种频率 去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就是了 我想这个是从这边来的 那我想地震要发生 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 时间点是很重要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要知道 就是说每一条断层 它的周期到底多少 这样我们才会知道说 这条断层未来多久的时候 会发生规模多大的地震 但是问题是说 我们刚才也谈过说 台湾的4、50条 5、60条的这种活动断层 其实只有4条 我们知道它的周期 其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说 现在或明年 是不是进入一个地震的活跃期 我想这个我们不清楚 不过不管怎么样 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发生了大的地震 规模像今天这种 6.5以上的这种大地震 因为它才具有破坏力 这种大地震的时间点 我们是最关心的 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没办法去了解 是 谢谢老师 老师那我想请教 这也是一个大家都认为 应该基本尝试要知道 比如说像今天凌晨 我收到了有我APP下载的 地震的测报中心 电话当然就响了 那后来国家级的地震警报 又响了 它是给我20秒时间 那我们知道说 如果我是在一楼二楼的话 20秒我走 走去空旷地区会哭 那高楼大厦的 高楼大厦的人 在这个20秒当中 他对于整个建筑物 你的你住的环境 应该有基本的认识 这个时候呢 他要面对这个地震的话 他应该要躲在哪里 应该躲在整个 我们房屋的结构最强的地方 那可能就是梁柱的部分 结构强的地方 所以这个来讲 每个地方对我们所居住的环境 或是你的办公室 整个环境里面来讲 要有一个了解就是 因为这两个地方 是我们每一天 待最长的时间的地方 所以碰到地震的基因也 比较高就是了 所以我想主要是一个 结构比较强的地方 电梯附近会算是整个建筑物当中 结构比较强的吗 不知道这有没有超过老师的专业范围 那电梯这个不行 这个地方有时候 根本是结构最弱的地方 所以电梯或是说 他有时候他摇放的 那个停电的时候 你就会在里面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觉得说在住在高楼的这种住户 我想你不应该到处乱跑 就是躲起来在那个 会在那个结构墙的附近这样 或长角的这种地方 很想是最安全的 好 谢谢陈文璇老师 跟我们进行联系 谢谢老师 得好